你听我这样 这么缺德的事我可办不成 哎 这怎么是缺德的事呢 不是 是不是 你这不是办缺德的事 你是办了一个好事 我帮你啊 我叫他了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吃 爸您不吃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啊 爸 人哪 就你们仨啊 原来满屋的是人 怎么自打我来了 只见鸡不见人呢 爸您就知识吧 过两天就剩您和鸡了 哎呦 后人大叔 你可是太帅了 刚才你在屋里忙什么呢 写材料 我告诉张警官 哦 写完了吗 写着写着我想起一件事 哦 什么事啊 大事 什么大事 不会写字 爸 您不会写字 您写什么呀 您告诉人家张警官干什么呀 写 怎么不写啊 必须写 哎 大叔怎么惹着这个张警官了 不就是养了一只鸡吗 啊 这只鸡怎么了 不就是白天打个名 晚上叨个人到处拉个屎吗 2017年是鸡年 这是鸡香物 你张警官凭什么这么对待鸡香物 这只鸡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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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孩子 虽然小区反映你这个人有点歪 我觉得你很正啊 会写字吗 我会写字啊 替大爷写 我写 来来来来 你说 起来起来 给你写字让个字 第一 他执行公务我没意见 但是他态度不好 对 态度不好 爸 人家怎么态度不好了 我这么大岁了 他进门 应不应该喊我一声 大爷 应该 他没喊 那他喊的什么呀 他喊我老爷子 喊老爷子不对呀 不对 当然不对了 老爷子是谁呀 老爷子是老爷的儿子 你应该叫舅舅 无亲不叫舅 好家伙叫舅舅 那就是骂人 他说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小张警官 一进门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 大喝一声 小舅舅 陈四川 我没看错你 你小子是真聪明 他可比你们俩都坏啊 那倒是 继续学 哎我 哎哎哎 第二 第二 他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哦 他进屋不换拖鞋 哎呦爸 你看咱家一地鸡把吧 换啥拖鞋 再说你没给被拖鞋呀 咱们没给他被 他自己不会被啊 城里人生活 他说我知道 买房卖房走亲 房友 那人家屋都得换拖鞋 有的人还自己带鞋套啊 哎 一个警察到人民群众家里去 人民群众没给他被拖鞋 他自己不会背一双啊 我们还没给他背手枪呢 没背手铐 没背对讲机 他来的时候怎么都带着呀 他说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这个小张警官 一进门 左手拿手枪 右手拿手铐 大喝一声 小救赛 把你的体验扣鞋 前顺帮 咱们哥俩是真费鞋子 哎呦 哎 大叔 你刚才说什么 咱咱什么俩 哥俩 别装轻便啊 我们是哥俩 你叫我点什么 叫 叔快写吧 大哥写什么 你还真来了 第三 他喝酒了 警察公务不许喝酒 爸 人小张从来不喝酒 他那天来就喝酒了 要不然他往前一走跟我说话 呛得我这鸡 只是铺了膀子 怎么可能呢 好 我知道了 那天小张来 我给他倒了杯水 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酒心巧克力 那就是喝酒了 酒心巧克力里面有酒 他不知道啊 大叔来来来来 哎呦 这个事可就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信应该这么写 警察小张 在办案的时候 酒后驾车 酒后吃饭 酒后打老头 这么写他死定了 太狠了 不狠了 这样才过瘾呢 这样这封信 要是他领导看见了 把他开除出警察队伍 滚 先把你从这家开除出去 不是 我这不是替你解气呢吗 解气也不能这么写呀 啊 我是想出气 但是我不能砸人扮碗子呀 正大队伍 不能干得缺德的事 哎 幸福写了 我也不高了 爸 您这么做才对 您这么做才对 您这么做才对